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室朋友 大家好 本来是家事 今天又来了 煮什么呢 今天这么厉害 今天做一个废物利用 便宜 凉净 送啤酒一流 今天做什么呢 今天做这些 三文鱼骨腩 今天是否废物利用呢 很多时候起洋三文鱼 这些是那些车市场 很便宜的 十几十元一包 我今天有二十几元 我还有大半在冰箱里 都还没煮得完 回来吧 今天我们会怎么做呢 做一个椒盐 料头方面有些葱头 蒜头 红蜡椒 待会给葱花点红 点绿 让它的颜色更漂亮 另外我们要预备一点点面粉 这面粉是做什么呢 我们就轻轻撲一下 轻轻撲一下 轻轻撲一下 这些三文鱼 轻轻撲一下 轻轻撲一下 不用太厚粉 我们回来 真的要沖水 沖干净 否则有点香 那便找些姜汁酒 找些姜汁酒 搅拌一下 我给点盐 胡椒粉 搅拌一下 轻轻撲一下 轻轻撲一点粉 每一块都是这样 如果外面很多时候是炸的 那我们就不炸了 我们是 我用一个煎的方式 也可以煎脆去的 不需要用那么多油 因为三文鱼 这个位置 其实有很多Omega 3 而且最重要是 瓶干水 这些鱼胶 我最喜欢吃的 很好吃 一会儿做完 开罐啤酒 那真是 奥德达 世界杯的时候 我做了几次 做完 忘记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做 所以今天做回 够够 我都 上少少粉 上少少 够了 不要厚 这粉 厚又不好 就好了 之后 我全部都淹满了 薄薄的 放少粉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厚 那我们的粉 一口 吃到成口粉 那就没什么胃 对吧 要薄薄的 吃到鱼 但是这些粉 的作用就是令到你 所以我们也是 烧热的油 放少少油 我们先煎了它 那我们可以下锅 煎了它 煎到它 香粉 好味道 看这些位置 有少少 有少少肥的 有少少肥的 就很美味 这样是鱼皮 这些位置 很好吃 先放一边 一边 一边放这些 下去煎 好 那我们把它弄好 一边慢慢过 用点心思 煎一下 煎到很高 这样 这样 慢慢一边煎 煎到金黄香 全程就移动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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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煎完一面 又煎一面 是吧 一看下去 一看下去都会金黄香脆 现在我们炒香 蒜蓉 葱头 辣椒 另外 我会有少少肥的 盐 今天我就用了这种 香牙椒 下去 就已经可以 搞定一个非常好送的啤酒 的椒盐三文骨腩 不要浪费锅 煎完 把鱼放出来 那我锅 有很多奥米加斯 在这 我们 又不想放这么多油 进去 这边 又不想倒了油 那我们就真的要 尽量利用 用回这些奥米加斯 来炒一些菜 这样也很有益 食菜 当然吃 西兰化 这些十字货蔬菜 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好 好 好 那这些 骨腩 裹上来 是吧 把骨腩都煎成金黄香脆 你心思细煎就行了 那 那 用一张隔油纸 隔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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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很肥脆 隔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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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炒完菜 就是这样 我们先做一下 隔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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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浪费 隔油纸 这些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将隔油纸 隔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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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记住这个菜 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个 支援三文鱼骨腩 十多元一包 这里用了十多元 这样一大碟 喝三罐啤酒就好了 我想 OK 记住 Bang Can You Can 再见 拜拜